本节目由AI视频宝APP独家冠名播出 输入文案一键生成视频 强大功能应有尽有 一个AI视频宝足够了 做AI时代最实用的视频工具 有一种温暖人心的力量 一位音乐制作人评价道 谭松韵的多彩多艺 让他在娱乐圈中独树一致 除了在事业上的成功 谭松韵在个人生活中也保持着低调和真实 他经常在社交媒体上 分享自己的旅行和阅读体验 展现出了他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 谭松韵的生活态度真的很让人羡慕 他总能在忙碌的工作中 找到属于自己的小确幸 粉丝们纷纷表示 谭松韵的这种生活态度 也影响到了很多人 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 无论身处何种环境 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和满足 他让我明白 生活不只有工作 还有诗和远方 一位粉丝感慨地说 在这个充满变化的娱乐圈中 谭松韵以他的独特魅力 和积极的生活态度 成为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存在 他的故事 激励着人们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活出自己的精彩 谭松韵 你是我们心中的女神 我们会一直支持你 期待你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粉丝们在社交媒体上留言道 谭松韵的生活哲学和艺术追求 不仅让他在娱乐圈中独树一帜 也让他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榜样 他的每一次选择和转变 都是对自我的不断探索和超越 谭松韵的每一次尝试都让我感到惊喜 他敢于跳出舒适区 挑战自我 一位资深媒体人评价到 无论是尝试新的角色 还是涉足新的艺术领域 谭松韵都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决心 在他的影视作品中 谭松韵总是能够深入角色的内心 用他的演技 让观众感受到角色的情感和故事 他的角色总是那么鲜活 让我完全忘记了他是在演戏 一位忠实粉丝表示 而在他的个人生活中 谭松韵也不忘回馈社会 积极参与公益活动 我觉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我有责任用自己的影响力 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谭松韵在一次公益活动中说到 他的这种社会责任感 也感染了许多人 谭松韵不仅在舞台上发光发热 在舞台下也是一个温暖人心的存在 一位公益活动组织者评价道 随着时间的推移 谭松韵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他不仅成为了年轻演员的榜样 也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女神 他的美丽不仅仅是外表 更在于他的内心和才华 一位影评人这样评价 谭松韵的故事 就像一部精彩的电影 每一个章节都充满了挑战和成长 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 无论年龄多大 都可以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 活出自己的精彩 谭松韵 你是我们心中的光 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 我们会一直支持你 本节目由AI视频宝APP独家冠名播出 输入文案一键生成视频 强大功能应有尽有 一个AI视频宝就够了 做AI时代最实用的视频工具 期待你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粉丝们在社交媒体上纷纷留言 在这个充满可能的世界里 谭松韵以他的独特魅力 和积极的生活态度 成为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存在 他的故事 激励着人们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活出自己的精彩 谭松韵的这种生活态度 也影响到了很多人 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 无论身处何种环境 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和满足 他让我明白 生活不只有工作 还有诗和远方 一位粉丝感慨地说 在这个充满变化的娱乐圈中 谭松韵以他的独特魅力 和积极的生活态度 成为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存在 他的故事 激励着人们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活出自己的精彩 谭松韵 你是我们心中的女神 我们会一直支持你 期待你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粉丝们在社交媒体上留言道 让季星安心 然而 生命的尽头 韩婷手里握着季星给他的原谅卡 寻求季星的原谅 此生相爱 无力在乎季星一成 终究食言了 作为观众看到这一幕 气不成声 泪流满面 你比星光美丽 有幸让我们感受到一场刻骨铭心的爱情 有幸让我们体验了一次人生尽头 盖棺定论的爱 日积月累 是一天一天 直到人生的尽头 也给宝金风霜 生活疾苦的我们拥有 追求爱的勇气 真的是笑不活了 怎么感觉 看花絮里的许凯 那么搞笑 谁会想到 正片中的韩婷 却是个深情的霸总 不过真的很喜欢看许凯 和谭松韵的花絮 俩人打的闹闹 有点玄冰和孙玉珍的影子 哈哈哈哈 徐凯和谭松韵 在拍搅拌的戏份 徐凯很调皮一秒 便拉面是负了 谭松韵要往家调料的时候 徐凯在后面调侃 谭松韵怎么这么笨 谭松韵和徐凯 又互相往对方脸上抹调料 哈哈 这还需要看正片吗 看花絮就已经够甜的了 果然打败正片的 永远都是花絮 正式开始拍 俩人只顾着搅拌了 都忘了那深情的对望了 特别徐凯最后那二句解释 只顾着搅拌呢 可说是相当的搞笑了 徐凯自己都笑场了 网友评论 也是实在看到俩人花絮 根本走不出来 网友评论 导演们快递本子 让他俩二搭 不二搭也行 那就录七蜜桃好吧 整快点 没人说卖季星这里好可爱 这个你开又讹 抱进怀里 笑咋就那么甜 挺有夫妻像的脸型也挺像 演戏跟谁合作真的很重要 我原来对徐凯他的戏 我一部都没有看过 但这次不一样了 好帅 好帅 对他俩中毒太深了 都不敢看了 这真的是 是内鱼最完美的线偶 到现在都还走不出来 谭松韵 哎 凯 这么笨 后徐凯续把谭松韵拥入怀中 真的好甜啊 谭一下怎么了 不适合在分开的那种 谁懂这段 我还发朋友圈了 大半夜的还有人秒平他也在追 网友的评论也是对心动不停最好的肯定 也是对徐凯和谭松韵演技的肯定 只能说原本人人都不看好的一部剧 偏偏是最争气的一部剧 一播出就给就给内鱼深深的上了一课 原来现偶可以拍的这么好看 也让网友发现了原来徐凯这么帅 谭松韵这么甜 这俩人这么配 最完美CP 有很多网友希望看到徐凯和谭松韵的再次合作 因为他们在这部剧里的默契和化学反应实在太强了 在拍摄过程中 不断传出的花絮也进一步展示了他们的真实互动和可爱的一面 让观众对这对搭档充满了期待和追捧 每次看花絮都感觉仿佛是在看一部新的甜蜜剧集 让人忍不住露出笑容 值得一提的是 拍戏中的默契和花絮里的搞笑互动 反而让粉丝们更加期待未来更多的合作项目 有人甚至提出 让他们出现在综艺节目中也会有很好的效果 因为他们的相处方式实在是太真实太有趣了 不过 不管是在剧中还是在生活中 演员们的表现都需要得到尊重 他们的每一次合作都代表着一种新的挑战和成长 观众们也需要理解 演员们可能有自己的职业规划和选择 即便如此 徐凯和谭松韵的这次合作 已经在观众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管未来是否会再度合作 这种美好的回忆都会一直存在 虽然我们不知道 未来是否还有机会看到徐凯和谭松韵再度合作 但可以肯定的是 这部剧已经深深打动了无数观众的心 徐凯的深情霸总形象 和谭松韵的甜美可爱 两者的相互碰撞 创造出了一种别样的化学反应 这不仅在正片中表现的淋漓尽致 更在花絮中展现的淋漓尽致 不少网友纷纷表示 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 两人再度合作的消息 无论是影视剧还是综艺节目 甚至是一起出席活动 都能引发一波追捧热潮 许多粉丝甚至自发组建了心动不停的后援会 为他们的每一个互动都欢呼雀跃 除了这一部剧 两位演员分别也都在其他作品中表现出色 徐凯正在拍摄一部新剧 而谭松韵也有一部新的影片即将上映 两人的努力工作和专业态度让人敬佩 同时也让粉丝们更加期待他们未来的发展 在这一段时间里 徐凯和谭松韵不仅凭借着出色的表演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也通过花絮中的真实互动打破了屏幕上的距离感 把观众拉得更近 他们的友好互动和甜蜜 瞬间让人感觉格外温暖 对于喜爱他们的观众来说 这不仅是一段美好的回忆 更是一段珍贵的时光 大家会继续关注他们的每一个动态 为他们的每一个成就感到骄傲 同时也会怀着一颗期待的心 希望未来能够再次看到他们共同创造的精彩瞬间 不管未来如何发展 这份因为聚集而结下的情缘和温馨 都会一直留在观众心中 让我们一起期待未来的美好 共同在这段因聚集结下的美好情缘里 观众不仅看到了徐凯和谭松韵的演技实力 也感受到了他们作为演员背后那份真挚和努力 这份对工作的热爱和对角色的投入 让他们在荧幕上创造出许多难以忘怀的瞬间 随着徐凯和谭松韵在各自领域的不断努力和创新 他们的粉丝队伍也在不断壮大 徐凯的新剧一经发布就引起了广泛关注 大家纷纷表示期待他的精彩表现 而谭松韵即将上映的新影片 更是让人对他的演技充满了期待 每一部新作都成为影迷们的期待和热议话题 与此同时 徐凯和谭松韵的默契和互动也成为行业内外的讨论热点 不少导演和制作人都在思考如何将这对黄金搭档再次带回观众面前 当然 这也需要看两位演员的个人意愿和工作安排 无论是否能看到再度合作 他们的这段合作无疑已经成为了经典 除此之外 粉丝们还自发组织了一系列线上线下的活动 以表达对两位偶像的支持和爱护 他们会在徐凯和谭松韵参与的每一个活动中送上应援 也会在社交媒体上持续为他们打靠 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粉丝力量 未来 无论是徐凯还是谭松韵都将继续在自己的道路上发光发热 他们的每一次突破和成就 都将是粉丝们最高兴看到的 希望他们能够保持这份初心 在演艺事业中继续前行 创造更多经典的角色和难忘的瞬间 而对于观众和粉丝们来说 虽然不一定能再次看到两人同台演出 但能见证他们的成长和成功 同样是一件值得骄傲和快乐的事情 正如那句老话 分别是为了更好的相遇 不管他们未来如何发展 观众们的爱和支持都会一直陪伴在他们左右 让我们继续期待 期待徐凯和谭松韵为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 也期待他们能够在各自的事业道路上大放异彩 不管未来如何 他们的努力和才华都注定会让他们走得更远 看得更高 甚至网友都评论 让俩人赶快二搭了 你希望看到俩人二搭吗